6月28日,南篮世界杯预选赛中韩战打响。 经过四节的较量,中国队以74比82不敌韩国队,虽然中国南篮红队的定神缺战,失败不足为止,但韩国规划球员拉特利夫本场的神勇发挥,绝对应当引起中国队的注意。 拉特利夫,身高仅为1.99米,却四肢中锋,身体强壮,竟有着黑人的变态弹跳,不乏灵活,是2012年美国NBA选秀的落选球员。 但是本场比赛,他面对王哲林,于常董,董汉明的蹲断挑战,在内线搬江倒海,大杀四方,是韩国队取胜的最大功臣。 在比赛中,他不仅进攻中卡框切菜班,斩下25分11篮板,而且在队位三名中国内线的防守中,让三人共了16分13篮板。 可以说,在中海队抗的历史上,没有一个韩国内线,能让中国队这样头疼过。 拉特利夫对韩国队重要性,不单单体现在数据上,在比赛中,他连续两次进攻都造成鱼长洞的犯规,一次打成2加1,是力门指导不得不换下鱼长洞,打乱既定战略部署。 还有,拉特利夫仿佛一架永不疲倦的机器,一次次提到三分线为后卫做墙挡拆,多次为后卫线密的投篮机会,是一个非常讲究团队的球员。 正是由于拉特利夫的强势发挥,才是韩国队内外开花,并最终赢得胜利。 拉特利夫,值得中国南南关注,或许,当中国队红南合并后,意见连绘给他好好补充这一刻吧。 。